我們分手的那一天是愚人節,所以我一直當他是開玩笑,我願意讓他這個玩笑維持一個月,從分手的那一天開始,我每天都買一罐五月一號到吃的鳳梨罐頭,因為鳳梨是那邊最愛吃的東西,而五月一號是我生日,我告訴我自己,當我買滿三十罐的時候,他如果還不回來, 這段感情就會過期 先生,這個罐頭,麻煩明天已經夠期了,那邊有很多,不如你換個罐吧 謝謝